那錄製聚集上一次上課我們也講過啦 就是第一個你可能要先把這個功能找出來 我應該沒問題啦 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聚集 第二個是說我希望錄製出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關乎自傳的一個聚集 按下它自動幫我完成 第二個是按下它自動幫我清除 就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的話呢 做法一樣 第一個你可能最好先彩排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開始錄製 它會幫你把程式錄到你的那個module模組裡面 然後你可以再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所以我基本上我們假設要把這稍微做個複習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到我們剛剛做完的這一個檔案裡面 然後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原來的工作表 就是下方這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那再複製一個的話 我習慣是拖拉的時候呢 順便按Ctrl鍵 把它再複製一個 名稱取作叫聚集好了 拖拉的時候呢 順便按Ctrl鍵 它會自動幫你再產生一個一模一樣的那個工作表 拖拉記得按Ctrl指的是你要複製工作表 這樣的話方式會比較快一點 比你之前在什麼按右鍵複製會快很多 所以我習慣一直拉一直拉 反正每一次上課不同版本你可以做不同練習 然後呢把D欄到G欄資料先刪掉 因為我這邊不需要了 那這邊的話我剛剛漏掉那個 剪下把它插入那個IfAir 這個我把它補上一下 那如果說我要錄製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先彩排一下 那彩排基本上 油標一樣是放外面 然後點這邊一下 油標再放資料編輯的打個勾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個按鈕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按鈕呢 就是1放進那個B2儲存格 上面資料編輯的打勾 就是錄製那個公式幫我錄進去 再來向下填滿 大概就只有三個動作而已 那另外呢 清除也是一樣 油標放在B2 Ctrl Shift 向下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資料整個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向下 就是向下整個選取 按Delete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這樣的話呢就是清除 所以呢如果我要產生兩個按鈕 1.開發人員 2.錄製聚齊 那我第一個按鈕的話是 叫什麼 叫 也許名稱這邊可以叫什麼 刮鬍自竄 劇齊 劇齊 假設這樣 按個確定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表示說你要開始錄製了 所以你等一下做的 任何動作呢都會被 記錄下來也會幫你寫成VBA的程式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游標先放在 B1 欸不對 我的公式不見了 所以這個NG NG怎麼辦呢 沒關係 停止錄製一下 所以我要把剛剛的公式先 先叫回來 否則我等一下沒有公式可以給他錄 所以再一次喔 錄製聚齊 那個名稱我看一下 剛剛的他剛剛他也會 也會錄也會幫我把它產生 只是裡面我還沒做 好 那再再來一次喔 錄製聚齊 再把公式 這個名稱先把它輸入上去 叫刮鬍自竄底線聚齊 按個確定 那因為剛剛我有錄製過一次NG了嘛 NG重來如果名聲一樣 他會跳出說你要不要取代 那我把它取代掉 按4 好 那第一步游標放這邊 B2儲存格 所以他會錄Range B2.slater 第二的話 游標放資料偏接打勾 他會幫我把這公式 輸入到B2儲存格 第三的話呢 向下填滿 點他兩下 OK 這樣的話我就完成錄製 停止錄製 好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在 錄製一個什麼呢 一個聚集 是清除 所以也許是 清除聚集好了 或者是 清除聚集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好 按確定 那清除的話 1儲標放B2 2的話呢 Ctrl Shift 一個向下 向下 向下 選取 Ctrl Shift 向下 好 3的話 按Delete 完成 完成 完成的話把它停止 好 那你會發現在 具體裡面呢 就會產生兩個 我們剛剛錄製的 你可以試著執行看看 執行 有了 清除 清除 也有了 OK 那 有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做什麼呢 你就可以針對它 當然你可以編輯啦 因為總學可能會想知道裡面到底寫什麼 其他寫的東西 有沒有 Range B2 類似 然後其實好像基本上跟之前錄的 還蠻像的 所以基本上 甚至以後如果重複出現的東西 你可以不用重錄 乾脆把上個禮拜的東西拿來改 比較好 但是你要知道說改哪些地方 這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在這邊插入一個 那個按鈕 把這邊做一個按鈕 拖拉一下 插入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呢 第一個按鈕是瓜糊字串 的聚集 我把名稱複製一下 因為它出現是按鈕1 那如果我希望改成其他名稱的話 我就把這個按鈕 瓜糊字串 的聚集錄的 然後把同樣 因為我希望底下那個按鈕長一樣大 所以我把這個按右鍵 複製一下 再底下貼上一下 再去修改什麼呢 把這個按鈕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它的那個名稱 叫清除聚集 所以把第一個先選取它 然後選取清除 名稱也複製一下 按確定 把這個名稱呢 也同步修改為那個清除聚集 那最後當然就驗收了 按下它 它有沒有出出呢 有了 有沒有清楚 也有了 所以基本上呢 錄製聚集 大概的流程 其實跟之前做的法差不多啦 所以只是說你把這些流程 把它run順一點 那以後的話 建議是用在你工作裡面 只要會有重複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產生我們需要的這個聚集 那聚集做完之後 當然 因為這個是它幫我們寫的 再來下一階段 就是你要自己去寫 VVA 那難度當然更高 那怎麼寫啦 上禮拜有做過 然後其實也是延續上個禮拜的東西 然後呢 第一個等於是有點複習 第二個 再會增加一點東西 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 都會比每個禮拜還要稍微再更困難一點點 所以有點像爬山一樣 或者有點像爬樓梯 步步高升 每一次每一次會更更進步一點 好 那這個錄製聚集部分 請各位先再試一下 然後呢 另外也把這個聚集 再拖拉一下好了 拖拉按Ctrl鍵 把這個工作表再多一個VVA OK Enter一下 第三階段 我們就是要什麼 自己來撰寫 一個VVA VVA部分 那修改聚集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說修改那個向下 追蹤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也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底下現在到第10列 但是如果你用錄製聚集的話 你如果增加到第13列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個還是到第10列 那清除還是在第10列 所以怎麼辦 還記得吧 我們這邊可以怎麼樣 就是讓它變成不要是固定的 關鍵是在這個10 有沒有 這邊有 這邊只要有看到B10的地方 就要把這個10的位置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自動偵測的那一行 還記得吧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 我上禮拜加了一個什麼 有沒有 一模一樣喔 這個很重要 因為每一次如果你修改完 你那個列數一定都不是固定的 有沒有 本來是錄製的話錄到第10 對不對 那現在在第13 也許將來會在第16 也許會更多 所以呢 如何讓它向下追蹤呢 這個功能很重要 我是建議啦 以後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公式先記起來 因為 這個是必要的 你只要錄完聚集 第一件事可能會遇到這個 向下的列不對 那 我之前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增加一個R 的變數 這個變數是自己取的名稱喔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 哪一個追蹤呢 從 A2開始吧 就是Ranch 你打一個Ranch 前刮弧 A2 後刮弧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 游標放在A2 然後Ctrl向下 點 點 點下去之後你打個1 1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出現那個 1開頭的 其中有個End End指的是 我這個儲存格的哪個方向的鏡頭 End 然後你可以點它兩下 前刮弧 前刮弧之後的話它會出現有一個方向 就是你從A2出發之後呢 假設你要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其實都可以 那你要告訴我一個方向啊 那我告訴他說 你幫我往下 所以Excel 當 後刮弧 電 那他再來會問你說 那你要什麼東西 好啦我已經幫你跑到最下面了 那請問一下我現在已經到那裡了 你希望我什麼東西給你 我要什麼 那個列是第幾列嗎 所以我希望呢 第13這個訊息給我 那列的話呢 在VBA裡面 實際上就是一個屬性 叫RAW 所以你這樣的敘述完之後的話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去得到你現在向下追蹤到的結果 那其實可能各位比較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說 在VBA裡面其實它是利用物件 這個物件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說你現在 有點歪 這個Range A2 這個儲存格你可以去控制它 怎麼控制呢 透過類似像物件的概念 讓它向下去幫你追蹤 追蹤到之後呢 會把這個數字怎麼樣 幫你找到 幫你丟回來到R 這整個流程 實際上就是那個VBA的精髓 因為用物件的方式去幫你控制 那也就是說以前 Excel裡面呢 你用滑鼠鍵盤才能做的事 會用你的眼睛用人看的 現在請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類似像用程式的方式去幫你運行 它會回來給你一個資料 那你把那個資料先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R的變數裡面 假設回來是13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修改的方式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10 你可以把這個10delete掉 然後游標移動到那個 雙引號的外面 記得因為我要串接一個列數 所以記得一個m的符號 那m的符號呢 在VBA裡面 前後一定要有空白 所以特別說 我前面要跟這邊要空一下 然後呢 後面呢 也要空一下 然後我空一下做什麼呢 再加個r r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我原來是第10列 那因為我要向下追蹤 所以一開始程式先去抓到它在第13列 然後呢 第13列抓到之後 再把b後面的列 串接一個r 它就13 就變成b13了 那這個好像上個禮拜都有講過了 所以我再把這塊 把它直接 這個也複製一下 那這個10的話 把它delete掉 那一樣呢 在這個後面再串一下 好 基本上的話呢 這樣子就完工了 我看一下 這邊多一個 多一個這個雙以後 OK 好 把它拿掉 那這個結構啦 反正它這個 所謂的字串一定是一對的 只有前前前面一個 後面不能兩個 前面一個的話 後面也要一個 我剛剛好像多了一個就不對了 OK 所以它一定是一對的 如果有錯誤它會跳紅色字 所以你可能自己再檢查一下裡面的錯誤 清楚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好 這樣的話呢 就OK了 如果我將來 增加的列數 我們試一下 基本上 向下填滿 OK了 它跑到這邊 清除 OK 如果再增加三列的話 把這個 試一下 貼上 看一下它會不會再往下跑 按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非常的聽話 到哪一列 它就自動追蹤到哪一列 那如果你要減少的話 也OK啦 比如說你要再把它減少為十列 Delete掉 向下追蹤 欸 有辦法到第十列 所以這個可以自動去追蹤的 還蠻方便的 那關鍵的地方呢 實際上就是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R 這個寫法跟我們上個禮拜寫法 是一致的 但是跟講義寫法有點不太一樣 講義裡面我好像是直接把這個東西 放在R的位置上 也OK啦 兩種寫法 那這種寫法 我是覺得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啦 因為如果你兩邊都放一個很長的東西 對同學學習上面感覺會比較不容易 因為我在講義裡面的寫法是 就是把它直接放這個 放這個 把原來那個東西呢 應該放在R裡面的 那我直接放這個 兩種寫法都可以啦 那至於哪一種比較簡單呢 好像看起來 我自己是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這樣的寫會比較簡單 OK 這個的話 試一下 那請各位呢 一樣幫我產生什麼呢 產生兩個按鈕 這邊按下去 可以清除掉